字幕視頻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看上一集後 不知道大家可以很清楚地區分導電體和絕緣體尾嗎? 今集我們就會講一下 原來通過各種電器裝置 是可以把電轉換成其他不同形式的能量 来到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 今时今日 我们的电力供应已经非常稳定 所以大家都好少会遇到停电 不过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 如果真的有一天停电的话 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呢 冷气机 雪柜 洗衣机 电话 全部都用不到了 甚至连最基本的照明都有问题 唉 只想一下 都已经觉得非常不方便了 不过 为什么每个电器都要用电呢 同样都是用电 为什么它们又可以有不同的功能呢 原来电器通电之后 是可以将电 转换成不同形式的能量 比如光 热 磁 就是动力 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大的便利 啊 说了这么久 不如我们也是通过实验 来认识一下电吧 说到光和热 不知道你会想起什么电器呢 我就第一时间会想到电灯泡了 不如让我们做一个很经典的不心灯泡实验吧 不过呢 这个实验会产生高温造成危险的哦 所以 一定要在老师的指导之下才可以进行 千万不要在自己家里试哦 好 普通的不心呢 大家应该都见过了 在未通电之前 就是这样的 好普通 现在呢 我们就将不心通电 你们留心看着哦 不心后会发出强光 而且它的温度还会上升 通过这个不心灯泡实验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原来电是真的可以转换成光和热 我们平时用的灯啦 焗炉啦 又或者风筒这些 都是将电转变成光和热的电器来的 不知你又可不可以想到其他类似的电器呢 有没有玩过磁石呢 磁石本身就带有磁力 所以可以吸起一些 好像万字夹之类的铁制品 那这支普通的铁棒又做不做到呢 因为这支铁棒本身是没有任何的磁力 所以正常来说呢 就是不行的 不过 只要我们在铁棒上面 前上一些电线 又或者是七包线 跟着再通电 那这支铁棒呢 就会摇身一变 变成一支电磁铁啦 那就可以好像磁石一样 吸起一些类似万字夹之类的铁制品 电磁铁呢 是可以将电转换成为磁力的 而磁力的大小呢 就视乎这个电线圈有多少 和电流的大小啦 跟一般磁石相比 电磁铁的磁力是可以控制的 通电呢它就会产生磁力 断电磁力就会消失 电磁铁这种可以控制的特性 令到它有广泛的应用 比如用在电磁锁 工业级的电磁铁起重机 磁浮列车等等 部分的喇叭里面都装有电磁铁的 电信号会通过电磁铁 带动震膜来对震动空气 那就可以产生声音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 甚至用过摩打呢 摩打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不如让我们用电磁铁铁铁铁铁铁铁链 来制造一个简单的单极摩打给大家看 首先我们将磁铁放在干电磁的构极 再把铜线弯成像涂饰一样的形状 记得高度要配合干电池和磁铁的带势 把製好的铜线放在干电池上面 再调整一下 等它可以接触到磁铁 那铜线就会转动起来 马达是可以将电转换成为动力 从而产生转动、震动又或者直线运动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电器不可或缺的零件 电梯、风扇、吸尘机、洗衣机、抽油烟机等等 全部都是由马达来提供动力 与单极马达相比 直流马达、交流马达是更常见的两种马达 你有没有兴趣想知道这两种马达的工作原理呢? 好了,说了这么多 我想大家对于每日要用的电 应该都已经有好心的认识了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未说 就是我们用的电不是免费的 所以你们有没有好奇过 家里每个月都要交的电费 到底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 尝试到怎样计算电费 首先要搞清楚一些单位 包括火数、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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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和度 其实前面三个是同一样东西 它的意思就是电器的额定功率单位 只不过大家的叫法有点不同 其实它的全称是瓦数 瓦数、瓦数、瓦数 简称是一个W 你细心点留意下你所用的电器 全部都会清楚地标明 它使用的电压和额定功率 比如灯泡75火 风筒1800火等等 火数越大 它就要用越多的电 那度又是什么呢? 度是用来计算用电量的 和你用的电器多久有关 它的单位是千瓦时 你可以这样理解 有一个电器 它的耗电量是1000瓦特 连续用一个钟 它所消耗的电量就为之一度电了 假设我有一部1800火的风筒 连续吹了一个钟 那我用了多少度电呢? 首先我们将瓦特变成千瓦 数学那么聪明的你 应该知道直接除一千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我们使用的时间 这样就可以得出我们用了多少度电 之后就要看看电力公司的收费标准 将我们用了多少度电 乘以电费 就可以知道我们总共要交多少电费 譬如以澳门为例 澳门每一度电就要1.333 根据刚才的例子 我们吹一个钟头的风筒 就要给2.4 今天的影片又播完了 让我来总结一下 通过电器装置 原来电是可以转化成为光 热、磁、或者动力等等其他形式的能量 用来便利我们的日常生活 电器的wark数是指电器的额定功率 而度数呢 就是指电器连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所消耗的总电量 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道数等于耗电功率乘以使用时间 知道之后 大家记得不要随便浪费电了 澳门是有很多科普场观的 譬如澳门科学馆 还有澳门通讯博物馆 都有一些和今集主题相关的展品 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去参观一下 相信可以学到更多更深入的知识 多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